就在河南研究所 公有財產地內的大水溝裡 發現到有疑似大田樹 還有兩隻青蛙的屍體 加上如此混濁的水流 及充滿油漬的雜草田 還有濃濃的一片臭味 過去地方居民曾有看過政府單位 在這塊土地進行大量填土 但只知道政府要施工 並不清楚土壤裡隱藏著什麼 接著就已經鐵梨圍住 不讓民眾進入 如今就成為一片疑似 無人管理的地帶 也讓坎晶部落居民疑惑 土地的用處到底為何 河南研究所表示 在這大約兩甲的土地內 都有持續進行環境輻射監測 擔憂核岩所輻射外洩並擴散 就將區域控管 避免民眾進入造成危險 以前的一些可能有的故事 在研究所造成的 如果說這個擴展了 我們想要了解一下 那在這麼多年來 我們看起來都是非常正常 所以我們還是維持著 那塊地區是我們的地區 我們最主要來研究 不是會不會對這個環境 或者對這個物質 河岩所也表示在環境監測區域內的 溝取內發現到有動物屍體 這無法與輻射污染化上直接關係 同時河岩所也強調 每一季都會在周邊進行環境監測 而安全無誤的數據 也都會公布在園能會的網站 可提供民眾瀏覽 每一次做完這以後 我們都會送到那個會裡面去 送到園能會 那園能會就會在 園能會的這個輻射 真正東京的網站 會公布 所以應該是大家可以放心 如果說是水不流動 或是有其他因素造成動物的死亡 我想這個證 在我們的區域出現 這是我們沒有辦法控制 河岩所也呼籲地方居民 避免在沒有確切的數據下 就斷言輻射污染 以免造成恐慌 儘管河岩所表示 地方上的環境輻射值 都在安全範圍內 也否認有任何廢水排放的情況 不過地方居民表示 園能會球員兼裁判 自己測量說自己安全 很難有說服力 更難讓居民踩性 反倒更加深對這塊 看似無人管理 但又禁止民眾進入的土地下 究竟隱藏著什麼不能說的秘密 記者阿布斯巴扎桃園大西 採訪報導